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的採訪 我們的嘉賓是何良茂先生 學生你好 你好Lucy 各位網友好 香港的達首李家超現在正是北京樹脊 有消息說他會給香港拿到一份大理回來 那這份大理是什麼學生? 就說中國和香港終於要開關了 其實這幾天其他媒體 親中媒體已經在吹風了 說中國一月份會全面向世界打開中門 最新的發展就是說 香港立法會議員說收到 高鐵準備隨時通車 還有好岸入境處的職員 就要回到好岸練習手勢 可能預備一些旅客入境 還有現在這個時候 澳門就很快了 澳門現在要立刻進去的人 不用隔離 不用檢測 自由出入 香港就差不多 像我剛剛說的 這份大理就真的來了 何先生 是啊 遲到的大理 澳門已經爬了頭 立刻就是幾乎好像半解除疫情那樣的方式 真的碰走碰過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抄加拿大 加拿大也都是見了不見過 入境就不斷自由行 香港現在就說到在農曆新年前後就會和大陸通關 而中國自己本身 兩種通關 中國大陸本身也都會向全世界開放一個管制措施 就是說過去對疫情入境的旅客呢 就是5加3的 現在就會改到0加3 變了三天就再加醫學隔離 不知道是不是抄香港 香港現在是0加3的 下個月頭 大陸就首先向國際旅客放寬入境的管制 就是關於疫情 然後跟著呢 香港就和大陸通關就會據說 說有些香港的那些藍絲的網媒就說 堅過石堅 就會在農曆池年前就會通關的了 叫大家好準備啊 那這個通關就是期待很久的了 不過這個是大禮啊 還是大禮呢 就好像有些問題了 你表面上大禮就說和大陸就是再聯繫 但是現在大陸的疫情呢 就爆到九彩 在大陸疫情爆到九彩 又不夠藥 又不夠醫療資源 那如果通關 究竟是香港人湧上去啊 還是大陸人湧下來呢 大家心中有數 那你現在講 剛才Lucy講的那些海關 口岸那些 那些當值就是快點回去就是海洛峰的口岸呢 那些官員呢 就是官員要去熟習工作流程 那其他的那些警方啊 衛生處啊 一直到地鐵啊 高鐵啊 全部都開始迎接 就是迎接新一波的人流湧入 記住 是湧入多於湧出 因為 當然香港人經過這個疫情 年幾兩年 就是和大陸閉關了 就是因為疫情 差不多過了兩年了 那現在再通關呢 就很期待的 有很多人呢 就回大陸啊 探親啊 通商做生意啊 有其他的事務要回去 等著等著到今天 但是以現在大陸的疫情呢 似乎我估計呢 就是湧下來的人呢 就應該多過湧上去 當然從絕對數14億人對750萬人 怎麼都是大陸人多 不過 以這次來講呢 似乎大陸人需求這個通關 就多過香港人需求這個通關 因為他們是很期待下來香港打針 他們是很期待下來香港買藥 很期待下來香港呢 就是處理他們移民啊 或者是資金啊 或者是資產那些安排 因為等都等了整年幾兩年了 那所以這一波的問題 香港要嚴陣以待是真的 怕人流湧下來呢 是吃不消 第二呢 那些店舖搞不定 因為他們的需求是很龐大 特別現在還未通關 香港那些退銷藥 和加拿大和北美和歐洲一些大城市 很多這些退銷藥都一掃而空 在超市的貨架裡 加拿大現在的那些退銷藥呢 也都是很多超市啊 都一藥難求啊 想買一盒都買不到 不是說沒有啊 而是那些貨啊 補回來補不及了 實際需求太大 都有部分是估計買回去大陸那邊的 所以是大禮還是糟糕呢 香港人看著辦啊 這個情況是既起又憂 起就是說終於可以和大陸那些親友啊 工作上重新聯繫 憂就憂 大陸人呢 好像潮水那樣湧下來的時候呢 香港人呢 可能就要再面對另一波的 可謂城市管理的新難題了 尤其是跟著呢 是農曆新年了 一月中是到臨呢 那兩地的人的交往都多的民眾 那就更加密切接觸的機會多 那大陸的疫情爆到九彩的時候 而它又不斷湧下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香港的人流壓力 再加上醫療壓力 將來會不會令到香港 那個確診感染的人數 又會有一個新的數字 就是更高的數字 這個都是值得擔憂的啊Lucy 那賀先生剛剛說了 那好像避都多於利的啊 那似乎這個通關的主要的宗旨 都期望是經濟上面呢 有所支援這樣啊 就是你現在說經濟啊 那方面都連受 經濟上呢 經濟上大陸是很需要跟香港聯繫的 因為實在很差勁啦 大陸的整體經濟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陸的一個金融的口岸 在香港實際需要通關呢 讓大陸呢 那個所謂經濟復償 是多一點助力的 只不過在社會心理 和在公共衛生的角度呢 這個通關是對香港是一個新衝擊 因為香港現在都一萬幾宗的確診 一萬五萬六啊 一萬四啊 都是在一萬五樓上樓下 這個數字又不算高又不算低 總之都是在升級的 如果一通關之後呢 擔心就很容易上回二萬了 那就變成了香港 香港本來這個疫情都算平復 還放寬了限聚令啊 記不記得 香港現在就剩下 放寬了這個安心出行啦 沒有了啦 剩下疫苗通行證 戴口罩 那麼在這方面擔心到時候 會不會因為和大陸通關 又收緊疫情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來的 所以我說你就是在搞經濟 但是在公共衛生方面呢 擔心控制不了香港 因為大陸的疫情不是越來越穩定 是越來越失控 是怕它那個大陸的疫情是 有一個逸出效應的 是射到去香港 是波及香港 都不要說局勢上現在擔心 大陸的疫情如果失控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極致 惡毒的變種病毒株 變種的病毒株呢 會再出現呢 就會再去到國際上 就變成了回歷錶 變成了回歷錶 又回到國際的時候 所以國際上 美國現在就已經暫停 將在大陸簽證 不簽證給大陸人 離開大陸 就擔心 因為簽證就可能去到美國 就變相就把病毒那個危險 高風險的因素帶去美國 在這方面 美國都限制簽證的時候 而香港的通關是不是反其道義行啊 所以我剛才說 你說大禮 我怕大鑊 那是不是那些人來到香港 都是一個機會 運出中國的一個機會 一個途徑呢 學生 香港打開了這個窗口 給他們來到香港 接著要香港去避這些國家 可以立刻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走人 你已經混了人家三年多 人家沒有機會走啦 是啊 如果他是有香港的身份 就更加方便了 就是因為有香港的身份 在過去疫情那兩年多三年 就回到大陸 因為各種原因 現在你再開關 他下回來就 借到香港 是潤出 是滾出去 其他國際地方 這個就等於變相是移民 或者是走路 就是離開中國 總之 或者是用做生意的理由 探親啊 旅遊啊 各種 總之都是開關 就是令到這幫人走 走都不要緊 如果他拿到別人簽證 他可以走 但問題他如果下來香港 不是走 而是在香港購物 在香港買藥 在香港 就是尋求香港的醫療服務 甚至在香港打一些復必泰 或者是打其他西方的疫苗 這些需求都很大的 如果大家 因為大陸疫情 現在這麼缺乏醫療資源 大陸的國產的疫苗 可靠度這麼低的話 就走來香港 大量需求 香港真的是不消 我估計是不消 還有帶動香港的確診數字升高 也都是有這樣的風險存在的 因為你人員來往多了 交流密切了 那個數字升高是很自然的 因為現在是一個高風險的疫區 而且你剛才說 這麼多種變種病毒株 都不知道帶哪種下來的時候 就是難保香港 疫情升高 又會累到香港 又要收緊疫情管制措施 這個真的是很難疫苗 但是現在中國對一些數據分析 每天都有四百萬人感染 至少 每天都有數千人死亡 這個數字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網上流傳也好 也都說就是12月7號 放開了這個動態青年之後 全中國據說都有二億多人 超過二億人感染的 而北京的死亡人數 據《明報》的資料統計 就是有一天的統計都有二千七人 就是據《明報》統計出來 就是根據它的採訪資料 那就是說這個二千七在北京市 是一個很保守的估計 它是有限的接觸來 得到二千七人一天 那就估計每天在北京 就是死亡的人數 可能都是二千七的 至少都可能成 成一點多或者成二 都有四五千人死亡 就是全中國 北京有這麼多人死 全中國你可以project到 多少人死 我們不是說去驟人死 而是這個病毒 居然這次不是西方 過去的一年 所謂Omicron 是傳染性很高 致命率很低 現在在大陸給人感覺好像很怪胎 傳染率又很高 致命率都不低 又好像回到2020年 武漢封城那時候那些病毒 這麼惡毒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大陸拼命官方 包括鍾南山 都居然說 什麼新冠肺炎 應該改名叫做新冠感冒 似乎好像大陸這個特種感冒 和西方過去的一年 包括2022年的全年 以至到2021年的11月12月所發現的Omicron 似乎大陸是不止Omicron為弱 不止Omicron一種變種病毒之肆弱 好像很多種變種病毒之肆弱 而他們的毒性 就是致命率 好像又不是西方那麼低 似乎高過西方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又要開關 大陸又和外地加強接觸要搞經濟 又香港又要和它通關 那是利還是弄呢 真是剛才說 似乎真是很難一下和它計算 但是就好像被人感覺很憂慮 很憂慮這次通關呢 是疫情這麼反覆會連累到香港 疫情再反轉反轉 令到世界上再一次受到中共這次新的一波 放寬了動態清零之後的疫情的波及 把病毒的狀況帶到國際上 因為似乎大陸的資訊 疫情的數字死亡感染各方面 是越來越不透明 甚至國家衛健委 是將武漢肺炎死亡的定義 收到很窄很窄 是刻意做假數 要來減低在大陸死亡的人數 這樣就更加難估計大陸的疫情 究竟是深度多少 廣度多少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謎團 是很使得國際 包括香港很擔心 這次再通關 大陸從香港再開關呢 是有很多很高危的因素在後面 是中共想搞經濟可能會適得其反 因為它解除了動態清零 是沒有陪陶在事 沒有任何陪陶 包括藥物 包括醫療資源 包括去怎樣向社會解說 是好像搞到一個無政府狀態之下 去與病毒共存 之前不是說 運動式封控的 中共最擅長的運動 但是為什麼你現在解除了動態清零之後 又不用運動式的方式和病毒共存呢 很奇怪 舉國之力 舉國體制 但是突然間好像消失了 那些官員突然間好像閃光了人 個個都好像忍光了 就交給人民 你是自己健康的最終責任人 要人民自己去搞定 要人民吃自己 有沒有搞錯 政府好像沒有責任那樣 這個是完全在國際公共衛生來說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所以世衛都出聲 覺得中國現在這樣去處理 放寬這個動態清零 就是撤除動態清零之後 那種對病毒的處理的方法 以至到去定義因病毒引發死亡的一種方法 世衛都開始發出不同聲音 覺得不對勁的 因為這樣令到全世界 是沒有辦法更加了解中國的疫情 於是大家就很難去應對 第二 美國 德國 都分別出聲 主動說要協助中國 包括給疫苗 給你 但是中國一再回絕 一再遠距 這個就是令到國際上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國際上這樣幫你 其實都是幫自己的 你不要以為國際上是大發善心 它是希望你控制疫情 不要讓它擴散到國際 再來一次國際上的大流行 就是保你大 人家幫你就是保你大 但是中共因為面子 因為習近平 因為共產黨 偉光正 不能夠接受外援 因為接受外援 他的信用就破產 就是說他講謊 講到現在 終於全盤說不定了 現在接受別人的外援 所以死都不接受 但是死都不接受 就是找人民去教非 是等於將人民的生命 視作草戒 視人民的生命如而欺 這個是不是人民至上 不是生命至上的表現來的 共產黨說 但是他做的對相反 他講到口水都乾 講到大家聽到耳朵都起見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剛剛相反 人民至下 生命至下 共產黨的政權才至上 或者保住政權 或者保住面子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大陸的疫情的數字 是樸縮迷離 全中國 至少有半個中國 包括中國的公務員體系 但是可能有三分一已經癱瘓了 因為病了 因為羊了 因為要居家隔離 所以整個中國現在是一個 對疫情就是無政府狀態 對於病毒共存 對於管治來說是屬於半癱瘓狀態 太多官員 病了 當然也有更多高官 可能已經連絡那些 受不了疫情都去世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不接受外國的援助 外國的援助不只是救那些人民 都救了你們的高官 救了你們的共產黨那些大官的 你接收人家的疫苗回來 你是可以救回自己的 因為你國產疫苗是不行的 但是sorry 不接受 就是說 不單止是人命而草戒 也都是自己的黨員 是自己的高官的命都不值得 為什麼有這些這麼奇怪的心理呢? 就是Lucy 我真的想不明白 一個去到21世紀的政府 又說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他的思想好像落後了世界一千年了 閉關自首 完全與世隔絕 好像當自己還活在一個原始森林裡面 是不是很奇怪? 根據何先生剛剛講的那個確診的數字 其實有一個數字是中共的國家會見委 它自己公佈的數字 21號 它估算中國20號那一天 感染的人數 就是差不多有3千7百萬人 12月1號到20號 累計的感染者達到2.48億 佔中國總人口的17.56% 但是它這個總人口 不知道它以多少都會計算 不知道以14億是怎麼去計算 如果人數不要那麼多 可能比例就會更加高 其實另外也都有一個訊息的就是 大陸的航空公司可能會扶航 它首階段就是下個月 在2023年的1月6日 就會恢復的客戶的航班量 就是依然19年的7成會基數 那麼1月31號就要恢復到88% 3月25號就開始穩定的恢復 那麼它這個航班量究竟它是開大陸還是開國際呢? 如果是開國際的話呢? 那就是不單止中國大陸的民眾可以由香港這裡自由勞動 有這個通道走去國際 也都是中國大陸它自己也都有飛機通向世界各地 是啊 那個民航復償呢 就不是最近的事情了 其實在12月頭之前已經安排了 有秩序地在國際上就恢復航班 由一個低的百分比 慢慢去到中的百分比去到高的百分比 逐步就將航班復償 我看到它的數字呢 就要去到下年的3月、4月 總之下年在春季或者是最遲夏季呢 就全面恢復正常的 這個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 當時都還沒有出現了 就是所謂以病毒共存 當時都還是動態清零的狀況之下 就提出了和外國的航班復償 那現在發生了那個病毒 大陸的變成病毒現在又再肆虐的時候 他又採取了以病毒共存的手法的時候 這種復償 他可以復償的問題是有沒有客的 就是第一有沒有客飛進去大陸 第二夠不夠客飛出來去國際 所謂夠不夠客就是說 拿不拿到簽證嘛 你如果那個疫情是失控 外國人不發簽證 外國政府不發簽證 那你就不夠客咯 這個是現在有新情況變化 你是主觀上很想 因為習近平很想快些結束這個疫情 所以他現在就用很缺絕的方法以病毒共存 大家讓一讓它 應陽則陽 應病則病 當然不敢說應死則死 實際上現在弱勢社群真是重災區 不過這些情況美國在2020年2021年已經經歷了 美國因為武漢肺炎死的人超過一百萬 確診的人數六百多萬 這個美國的情況現在在中國 現在遲了人家 年幾兩年發生 那就是說你始終都要有一次 群體免疫也好 或者打完防疫針也好 你都要有一次洋一洋 應洋則洋 美國已經洋了 洋了為中招嘛 但是你現在中國 和美國是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美國有 mRNA疫苗做坐底打底嘛 第二美國有足夠的呼吸機 有足夠的醫療資源嘛 你中共不是百母是兩母 第一你疫苗不行 你又不接受外國疫苗進來 你只是接受外國疫苗進來 是給在中國的外籍人士去打 現在德國輸入了很多Beyond Tech 就是復必泰 是可以給在中國的外籍人士打 不止德國人打的 為什麼你不開放比 中國人都可以打呢 人家德國 從上次總理訪華到現在 德國總統親自打電話給習近平 都說願意給你疫苗 你也是 謝謝甲成衛 不要客氣 就是說你拒絕了別人的好意 第一你對人民不負責 第二你對於這些國家來說 其實都很沒面子的 這些國家 本來應該你主動去求助 別人都不等你出聲 別人都情願 我做好事做到底 我出聲我幫你 你都不接受 那就是說你和文明世界是割裂 你和普世價值是沒有辦法談 因為普世價值就是不理你的政見不同 總之好像紅十字會那樣 有傷就救傷 有病就救病 但是這些人道精神 中共是沒有的 因為它有黨性沒有人性 它要維護黨 結果人民就遭殃 美國出道兩次聲 一至國家安全顧問的辦公室 講得明可以幫你 第二次就是美國國務院 就是布林肯那邊 講得明不用你出聲 我主動 你都說我們有體制優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沒有這些 你沒有的 人家想給你 你都不要 第二 你的醫療資源 是絕對不可以和美國比 那所以 你美國死百萬人 美國人口是三億幾 三億 即是六千萬 不止六千萬 還是三億四千萬 還是五千萬 跟你中國過十億人比 那你會死的人 肯定是會多過美國的總數 美國過百萬 你中國現在這樣計 很多都計到過二百萬的 而且很短時間之內 有一些弱勢群體的人會死亡 因為這個病毒 這麼危急 這麼嚴峻的公共衛生的情勢之下 習近平的政府 李克強的國務院都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為甚麼呢 就是這個 共產黨的面子 愛這個面子 就不愛人家的命 是這個國家的政權 還有沒有合法性呢 還有沒有人民擁戴的基礎呢 如果你要救人 政權 還有這個黨的面子不重要 因為你的政權的依附的是人民 你應該救了人民 人民才是你最後的後盾 但是你現在自人民生命於不顧 這個是很值得各位網友深思一下 和政見 是知不知道共產黨無關的 是從人道的立場 德國幫你 不是因為憎恨你 而是因為大家同是地球人 山川二域 日本人都懂得說 山川二域 對人命的重視 就是這一次疫情再返法 顯露無遺 外國政府為甚麼會厚愛於中國人民呢 不是 它是重視你人命 但是它更重視的就是說 大家同一個地球村 你有事其實就是我們都有事 現在外國看到 疫情的失控 真的會第二次再擴散到國際的 誰知道你會不會出現更難搞的變種病毒株 就是你的人口基數這麼大 不斷在各地翻法 所以死亡的數字是謎 但是確實的數字是謎 在12月7日之後 整個中國都是一個病毒的謎團裡面 大家在這裡摸來摸去 但是唯一的真實的現況就是 中共是不肯面對現實 不肯救急扶危 不肯利用一切資源 盡最大的努力 在最短時間 是令到死亡的人數降低 死亡是不可避免 但是應該令到它盡可能降低 弱勢社群的命都是命來的 娃蘭的總統 習年司機突然間就去美國那裡 訪問美國 建立總統拜登 這邊同一天 做俄羅斯的副總理 梅德·惠傑夫 就去北京見習近平 不過最新的進展 又是普京想停戰 這個三個信息都不是一起 有什麼行為在裡面呢? 最關鍵就是 習年司機去美國 和拜登總統見面 2月24日俄羅斯入川普 之後 習年司機第一次出國 也是兩年來第二次訪問 第一次訪問就是2021年的9月 當時還沒有打仗 就是西裝骨骨 這次就是2022年的12月21日 去到美國穿著行軍的裝扮 因為他現在是戰場指揮 他是戰時總統來的 顯示 美國去支援 軍事支援福克蘭 是堅定不移 現在已經450億的軍事援助 這個肯定的了 國會批准了 另外又送大禮 再加多18.5億的額外的軍援 包括會賣這個愛國者導彈 會送愛國者導彈給沃蘭 去對付這個防空導彈系統來的 對付這個俄羅斯 現在是濫炸平民的發電設施 包括很多發電廠 這些發電廠是民用的 但是俄羅斯在12月11月底開始 不斷去濫炸這些 令到烏克蘭的人民 在沒有能源之下要捱鹽冬 可能很多人要凍死 這些是戰犯的行為 這些是不容許的 在日內瓦的公約裡面 你是兩軍對陣 是可以攻擊軍事設施 可以攻擊軍人 但是不可以攻擊平民 不可以襲擊平民措施 毀壞平民措施 俄羅斯不應該犯的都犯了 普京看到扎蓮斯基去美國 知道扎蓮斯基和美國一定有些特別的事 我估計是在討論怎樣去埋單 怎樣在未來幾個月和俄羅斯 找數 找數就是說終結它 所以普京就急了 一方面派了梅德偉傑夫 他的好兄弟 過去二十年 普京和梅德偉傑夫大家 左右左右左右這樣 把持著俄羅斯政權 抵親不信密函給習近平 同時最新消息就是普京也說 戰爭是不可能永遠打下去的 終須有一天會結束 而戰爭結束始終都是需要外交手段的 就是說求和 他這種言下之意 就是打不贏你 不如大家聊一下 大家坐下 講一下數 但是扎蓮斯基已經說明 在修復所有領土之前 是不會和俄羅斯談判 不會用領土作為交換條件 而謀取短暫的和平 就是說俄羅斯 要不然你撤出了烏克蘭的軍隊 包括在克里米亞 包括在烏東地區 恢復至少要去到現在說明 1991年的烏克蘭的疆界 1991年就是烏克蘭脫離前蘇聯 加盟共和國 即是說烏東的地方和軍要走 2014年入衝克里米亞要交出來 要吐出來 不說你不吐出來就打到你走 但是俄羅斯現在烏克蘭的戰場表現 是江河日下 暫時說是沒有任何取勝的把握 他只能夠霸佔一些烏東的地方 霸佔克里米亞 是死守著這些地方不放 然後看看怎樣謀求烏克蘭放他一馬 放他一馬 意思就是說快點結出戰爭 因為現在俄羅斯打到彈盡梁絕 那些武器已經出到2021年2022年生產的型號 就是說打那些倉庫的武器打光了 現在差不多現炒現賣 立刻製造立刻上戰場的那些武器 去到去跟北韓賣武器 去到要伊朗供應無人機給他 當然更多是中共供應的那些 其他設施不得而知 透過其他民用的渠道 但是還是不夠打 因為自由世界 差不多是大半個世界的自由世界的力量 都是去支持烏克蘭 都是要反侵略 都是不滿意俄羅斯 你大虛勢是違反國際秩序 違反戰後 這種已經不再用戰爭的手段 去解決領土問題 俄羅斯不理 俄羅斯的誤判和習近平的誤判是一模一樣 現在的誤判 他又不想承擔成果 後果 反而就想走正面 快點談和 所以普京就說 最後大家都應該在外交談判的 不可能永遠打下去的 問題就是 你有什麼實力跟人家談判 你現在不是在贏人 你現在不是 兵臨城下 去到基庫 要扎連司機 要走出來跪地投降 不是這樣 而是你被人打到一蹲一蹲 然後你就說 不要打那麼多了 大家不如坐下喝杯茶 吃個包聊一下 怎樣了斷 在這種情況之下 俄羅斯又怎麼可能 又會有機會和烏克蘭談判呢 烏克蘭已經說不跟你談判 不會投降 全土必爭 八個字 你普京怎麼辦呢 所以普京現在被 扎連司機拖到他很慘 扎連司機那些無人機 可以去到莫斯科附近 炸那些軍用機場 所以 一個政治誤判 和擴張領土的野心 是可以撞送一個暴軍的 求和就不可能的了 因為人家要打到你服 因為你侵略人 這個叫做撩人者賤 第二 你中共是共犯 現在對於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說 中共是共犯重犯 中共是幕後有份教唆 甚至有份提供武器的人來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失敗 即是中共失敗 那就沒辦法了 你搭錯車嘛 中共 習近平 我不是說你搭沉船 你搭錯車嘛 第二 你對世界局勢 是完全以你的主觀意志為主 以中國的體制優勢為主 以為東升西降 恰恰相反 東方沒有升到 西方沒有降到 反而是西方保持實力 但是東邊的包括中國和俄國 是不斷自我削弱 因為你們對世界局勢 對普世價值是採取一種 這麼蔑視和這麼看不起 自由世界的價值 是想用你們那種獨裁 和一言堂 專政的方式 想用它變成全世界的價值體系 取代普世價值 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你們中俄想取代普世價值 如果成功的話 美國這個國家都不會出現的了 美國這個國家出現 就是證明普世價值是有的銀力 是有它的人類的需要 人類需要什麼呢? 自由、獨立、不受別人去決定你的命運 就是美國不想給英皇決定的命運 不想繼續做殖民地 不想被奴役 要脫離一個魔爪 就要尋求自己的道路 現在尋求自己的道路 沒有理由現在又要跟回中共 去這些奴役之路 跟回俄羅斯 去讓你們一些獨裁者去統治 所以自由世界是必勝的 如果自由世界不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應該金天希特拉管治世界 應該默索里尼 作主應該是三本五十六 這些日本皇軍 現在在我們操兵 在管制著我們才對 但為什麼歷史不是這樣寫呢? 從這個歷史教訓就知道 違反人類的自由意志 違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這些普世價值 是永遠都不可能勝利 因為如果勝利的話 人類就不會有今天了 還有一句 何先生 是否賈利斯基見了拜登之後 是否意味著他將一個更好的部署和準備 反攻俄羅斯要更大規模的更大規模 更大規模就肯定的了 因為愛國者導彈都出賣 你知道愛國者導彈的防空系統是王牌來的 俄羅斯又在說 我們S-300那些更好 是廢話來的 你那麽厲害的武器 你應該今天已經征服了荷瓦蘭 今天普京已經在基庫越近兵了 那說什麽這麽多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習蓮斯基其實是和美國在談 究竟怎樣收拾普京 怎樣處置戰後的俄羅斯 怎樣去佈局 普京失敗之後的地緣政治 包括烏克蘭將來的位置 因為烏克蘭是歐洲第一軍事強國 如果他打贏了 宣布俄羅斯失敗 因為本來烏克蘭就是以前蘇聯的兵工廠 它就是以前蘇聯的軍火庫來的 中共那隻 遼寧號 就是以前亞良革號 亞良革號 就是在烏克蘭做的 做航空母艦的 所以普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麽 你明知道你的軍火庫是烏克蘭 你現在打打烏克蘭 不就是抓死 烏克蘭第一懂做軍火 第二他們是民風強悍 第三 其實烏克蘭是斯拉夫民族的 他們的精神的一個寶女來的 怎會兒子打老爸的 完全是不知定 所以暴君之為暴君 就是因為他們錯判形勢 第二他們一人的決定 是沒有別人去制衡 權力不受約束 結果一止錯滿盤家樂索 好的 今天的採訪到這裡了 多謝你學生 多謝你 多謝Lucy採訪 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拜拜 拜拜 阿龍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